正所谓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,对于酒这玩意,我想已经以文化的高度,来深入了中国人的骨髓,无论是喜或悲,无论是乐还是哀,总有各种理由来喝上一口, 也许有人知道这过度饮酒有害健康,因此很多人都会适量饮酒,甚至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说法,适量饮酒,有益健康,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葡萄酒,很多人都认为红酒中富含花青素,黎卤醇等活性成分,因此每天喝点红酒能够有抗氧化,抗衰老,抗癌等功效,甚至还有趁喝红酒能软化血管,对心脏有好处, 可以预防关心病等,然而,这酒不是跟香烟一样,早就被国际组织,列入为一类致癌物质,什么时候会成为养生健康,的形象存在呢? 每18个癌症,就有一个喝,出来实际上,这红酒也从未被医学专业机构认定,作为正面形象向公众推荐,要知道,每18个癌症,就有一个是喝出来,像我们常见的乳腺癌,节脂肠癌,肝癌,食道癌,以及胰腺癌,都是与癌症有直接关系, 另外,比起男性,酒精给女性带来的风险比男性还要大,在美国就有16.4%的女性乳腺癌患者,都是有需酒食,凡事不是都有量吗? 十度不就好了吗?很多人都会觉得,万事万物过度都会适得其反,因此少量喝酒,尤其是喝点红酒对心脏还是有一定帮助,但是,通过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和数据试验,完全不,喝酒的人,要比少量喝酒的人患上关心病,脑促重等疾病概率还要低,因此这就为什么美国心脏协会强制建议, 任何人不能以降低关心病制定风险,唯一理由称为喝酒的借口,有人也许会说,这红酒不是有花青素,白黎毒醇,大明等抗氧化剂物吗? 没错,这些的确是对人体有用,但这些物质在葡萄酒的含量少得可怜,若要靠饮酒来获得充足剂量的这类物质,估计你喝到胃穿孔都没法满足,饮酒,最伤害还是肝脏,酒入胃肠, 被吸收后就会汇入肝脏被代谢分解,在这个过程产生的物质,就对肝脏有损害,我们熟知的酒精肝,就是因长期大量饮酒,而导致的慢性肝病,若这种酒精性脂肪肝由于早期并没有太大症状,但若不及时治疗,就会逐渐加重胃肝炎,肝硬化, 那么患者就会出现恶心呕吐,全身不适,肝躯疼痛等,一股脑都出现时候,就已经晚了,论喝酒,中国人最吃亏,只要在国外生活的人,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, 比起欧美人,中国东亚人往往最容易喝酒脸红,实际上,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,是国人多携带有突变的乙全脱青霉基因,这种导致人体无法有效分解乙全,过多的乙全在人体内积累就会导致血管扩张,那么看上去就会脸红筋长,更可怕, 由于乙全脱青霉基因缺陷,其患癌的概率远远大于没有缺陷的人,在喝酒致癌这世上,中国人从一出生就已经吃亏,因此,小康医生始终奉劝各位,喝酒伤身,真的不建议喝酒,那若遇到一些不可控制的场所,需要喝酒那就注意控制量, 避免空腹和烈酒,更不要为了逞能而易口闷,减小畸性酒精中毒的发生,而本身患有心脏的,有三高的,正在服用头包类等药物的,最好一点酒都不要沾,说的那么多,无非还是那句老话,这酒了,还是少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